大家好,我是乐乐妈 猪肝是我们生活中很常见的一种食物 不但有丰富的蛋白质、肝糖、维生素等 还能调节改善贫血现象 今天就用猪肝跟大家分享 平时在家如何能做出干净健康又美味的猪肝来 大家都知道猪肝是用来排毒的 里面都是会残留一定的毒素 所以在清洗方法上至关重要 而且很多人在炒猪肝的时候 为了追求鲜嫩的口感 通常把猪肝直炒八成熟 这样是非常不提倡的 为了把猪肝内部的血水更好地排出 把猪肝一分为二之后再进行清洗的步骤 用清水洗进上面的血水 这会儿表面的血水虽然已经清洗干净 但是内部还存在着大量的血水和毒素 所以接下来的步骤至关重要 我们往猪肝中加入少许的高度白酒 再加入少许的白醋 再加入多一些的清水 没过猪肝 放白醋和白酒有两个好处 一是放了白醋和白酒 猪肝中的毒素更容易释放出来 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去掉猪肝的胀气味道 时间充裕的情况下最好把猪肝浸泡10分钟 使白酒和白醋渗入到猪肝内部纤维中 这样可以更好的吸食出内部的毒素 血水也可以更好的释放出来 时间到后用手揉捏一会儿 再次放到流水下面冲洗 猪肝里面的窟窿有血水 可以用手挤一挤 把窟窿里面的血水冲洗掉 然后放入锅中 再加入姜片 葱段 小许的料酒去腥 加入多一些的冷水没过猪肝 给肉类食物焯水一定要冷水下锅 这样可以保证里面的腥味彻底的释放出来 大火烧开以后打去浮沫 接着继续煮5分钟 差不多时间到了 把猪肝捞出来 放入温水中 把猪肝清洗干净 洗掉猪肝表面的浮沫 这里用温水可以保证猪肝的口感 不会导致阴热遇冷而发柴 猪肝上面的血沫要耐心的搓洗干净 这样猪肝撤起来才不会有腥味 清洗干净的猪肝放在一边沥干水分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块生姜 一段大葱 把生姜切成薄片 大葱携搭切片 切好装入盘中 接下来准备一些卤制用的香料 有一把茴香籽 一小把花椒粒 几片香叶 三个八角 一块桂皮 几个干辣椒 一个炒果和两个杀忍 像这类香料要提前敲开 可以更好的把香味释放出来 先放在一边 接下来把锅先充分烧热 倒入油 把葱姜倒入锅中 中大火煸炒出香味 把葱姜炒至微微焦黄 煸炒出香味后 再下入香料一起来翻炒 不要把香料炒糊了 否则吃起来口感发苦 煸炒香后加入一大锅的清水 再加入足量的食用盐 卤汤要稍微咸一点 猪肝才会更加入味 小许的鸡精 白胡椒粉 一勺生抽 一勺老抽调色 这样简单的卤汁就调好了 这时把猪肝放进来 大火烧开以后 转小火焖煮15分钟 卤的时候必须要小火 保持料汁微开的状态 大火煮会使猪肝变老 并且内部有气泡 吃起来口感就会又硬又柴 盖上盖子小火焖煮 时间到后不确定熟没熟的朋友 用筷子擦一下猪肝 没有血水溢出说明就好了 这时把火关了 放在料汁中浸泡两个小时 这个时间我们可以来调个自己喜欢吃的料汁 卤猪肝好吃的关键 料汁占一半 准备适量的小米夹切圈 小葱切葱花 切好装入盘中 再来三斑大蒜 切块后切成蒜末 装入碗中 再加入一勺芝麻 一勺辣椒面 加入热油激发出香味 用筷子搅拌一下 使调料受热均匀 再加入一勺食盐 一勺白糖提味 一勺生抽 再加入一勺香醋节节腻 搅拌搅拌 一碗简单好吃的料汁就调好了 这碗百搭料汁你一定要试试 味道一级棒 料汁先放在一边 卤好的猪肝取出来就直接切了 切成薄片 这样做的猪肝 卤香味十足 猪肝充分吸收烫至入味 一点辛臭味都没有了 在切的时候就能够闻到猪肝的香味了 猪肝切好之后摆至盘中 要围着盘摆成一圈 这样中间可以放上一点自己喜欢吃的料汁 这样站着吃会更加美味 美味的五香卤猪肝就这样做好了 这样卤出来的猪肝很嫩 口感很湿润 可以完全颠覆你印象中的卤猪肝 又干又硬的印象 站着自己喜欢的料汁 吃起来真的很过瘾 下酒下饭都不错 虽然前期洗的次数多 操作有些繁琐 但是这样卤的猪肝味道特别的香 绝对没有一点的血腥味 既是卤猪肝好吃很关键的一点 自己在家做虽然有些费时费事 但是卤好的猪肝比街上卖的猪肝好多了 没有一点的血腥味 吃着还放心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 记得关注我哟 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乐乐妈 我们下个视频见